女士 你不必找吗 淮南王 见陛下 为何不识君臣之礼 是朕叫七弟来的 来来来 七弟快坐快坐 我们有些年不在一起了 四哥 七弟对你不高兴啊 淮南王放肆 舅父 一家人又不是在朝廷上 朕不怪七弟 舅父 你先去休息吧 七弟啊 为什么事情不高兴啊 说说看 你从来都是直来直去的 那是 母后在使 我也是直来直去的 是不是对朝廷派给你的丞相不满意啊 该不是又来要张仓的吧 我不要张仓 他的心永远跟四哥在一起啊 其实七弟啊 也就是想让四哥允许我 在淮南国选自己的丞相 七弟你又不是不知道 自父皇建汉室 治立权和治军权 都是由朝廷同管的 那是对异姓王制定的 对啊 如今天下的封王都姓刘啊 难道四哥以为 这天下的刘姓不是一家吗 这四哥委派的 和七弟任命的 又有什么不一样啊 难道四哥以为七弟 不是朕以为某人怎样 这是律令 律令 也就是皇帝律 便于有人任人为亲吧 任人为亲 你所知何人 是朕还是另有其人 朕向来主张用贤人用能人 不必亲也不为亲 朕的亲戚无非是薄招 朕是怎么做的 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朝廷定下的事情 不能因为我们的手足之义 就破了规矩 你看你看 本来想跟你好好聊聊家常的 没想到一开口 又跟国事分不开了 来来来 跟朕说说 四弟你的力气 是不是比小时候 又长了不少啊 你们的豆腐还真好吃啊 这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 你们淮南国 可以向其他郡国推广吗 四哥 作为臣子 七弟只能谨遵君命 咱们今天下六伯旗 好 这就是皇后的寝宫啊 怎么这么久 还步入我们无垢的宫殿呢 告诉你吧 我父皇刚建了一座摘心楼 那个高啊 真是天下第一 整座楼全是从深山老林运来的大南木盖的 一点砖头挖片都没有 那要是失火了怎么办 还皇子呢 竟说些不吉利的话 好好 咱们下六伯旗吧 先让你这傻子 走走走我 追不上 走走我 你追不上 你追不上追不上 我 要是 要是还在人世的话 长儿也不会受这种窝囊气啊 长儿病苦啊 母后 长儿以后不能长来看你们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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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女 母后 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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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齐儿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奶奶 父皇 齐儿杂死了吾王子 齐儿不是故意的 齐儿他肯定不是故意的 齐儿 来来来 别哭了 陛下 国君对待家事和天下事都要一样 以道义为大 陛下若能政绩而不偏私 普天下还有谁 不听从陛下的教诲 而不行正道呢 母亲放心 恒儿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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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不好了 淮南王在长陵 把正在被高太后上乡的沈怡基大人给摔死了 慌不担心 沈怡基是前朝的重臣 他纵有欠不该万不该 也不该活活地被摔死 淮南王现在何处 人 在这儿呢 我已经见到那儿呢 和弗下 在这儿呢 但我还不还活说 他也不该活了 你又想不该活了 你不该活了 他也不该活了 才被迫上吊的 她对高太后有 这口怨气 我一直压在心里 这个老皮肤就是杀我母亲的凶手 我杀她就是为了报仇 血恨 嫦儿 你从小就好勇斗狠 你这脾气到现在还没有改啊 太后这么说嫦儿 就是怪嫦儿了 要是高后还在 她老人家一定不会这么说的 未必吧 刘长 你刚才说沈义基和高太后那个 什么什么的 高太后要是活着 恐怕立刻就要砍了你的头啊 你 你 陛下 听说大皇子也杀了我 陛下说怎么办吧 好 等头 着周丞相和众位大臣立刻上朝 好 圣贤说 国政的政就是正道的政 一个是朕的儿子 一个是朕的手足 各奉国国军和仲卿 不能为此就罔顾了大汉朝纲律令 要铁面无私公正敢言 庭尉府张氏之庭尉主管行案 你先说 汉律规定杀人者偿命 不错 可杀人者分为故意杀人和误杀两种 要区分是误杀还是故意杀人 就要看两者是否极有仇怨 两个孩子斗齐 显然没有起杀心的救援 微臣以为 这应属误杀 大皇子不属偿命之令 是啊 是啊 你接着往下说 淮南王刘长对沈一击积远已久 但是也因为两人冲突一时兴起 才杀了辟阳侯沈一击 陛下 淮南王历来跋扈 移植气使 稍不如意便刀剑相剑 这是辟阳侯沈一击死之主因啊 陛下 依臣之见 若不重判淮南王 日后与人结怨的前朝老臣 稍不留意就有被杀的危险 宽赦之力不可开 辟阳侯沈一击就是再被人耻笑 早年在丰佩 他照顾过高祖家人 被楚霸王略为人质后 还同太上皇与高太后一起冒死受虏 就这样被随便摔死 不成处杀人凶手 人心难浮啊 是啊是啊是啊 不服 你们不要禁说淮南王 也该说说大皇子了 乌王 你说呢 就算大皇子误杀了寡人之子 不知他偿命之罪 也该去扶牢狱吧 陛下 此案无点可寻 可孩童玩耍 失手夺命就下大狱 史无前例 皇口小儿无意朝政 一边待着去 乌王 陛下 假议以为 事已至此 应肃将吴王子送犯吴国安葬 而吴王也应该将心胸放宽一些 以大汉社稷为重 难怪老臣们都不喜欢你 真是一个多嘴多舌 令人讨厌的酸儒 那吴王你说 淮南王杀死疲羊猴沈一击 该如何处置呢 我自家的事还没了呢 哪有心思管别人的事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杀人者偿命天经地义 什么 要杀老子 大皇子可以什么罪都不担 我无非就是误杀了那个老匹夫 就要砍老子的头 这天下还有功力吗 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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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言吧 说说你的想法吧 陛下和右丞相都还没有说话 我有什么好说的 张廷尉的话句句 再理再律 大皇子误杀了吴王子 桑葬费 由皇后的私房钱 筹措 不得动用国库的一分一毫 淮南王在于沈义机的争斗中 杀死了对方 鉴于他一贯骄横达户 理应劳禁一年 法三年不可乘三匹马拉的车 令法隔一线为朝廷所有 丞相胡王 这裁决是朝廷百官认可的 望吴王以大汉社稷为重 节哀顺便 随王子的官舅一同返回吴国 又丞相一言九鼎 谁敢无从呢 安留者博也 安留者博也 是 只是小二在哪里出的事 就葬在哪里 寡人不想将吴王子送回吴国 免得日后看到他的坟种 伤心 陛下 老夫腿脚有急 站久了会发抖 恕老夫提前退朝了 慢 吴王 小王子 是你的亲生儿子 术还讲个落叶归根呢 这孩子不葬回吴国 却葬在长安 是不是心太狠了点了 是啊 为父者总该心疼自己的儿子 是 众爱卿 朕对这两起命案 都深感痛心 可既已发生了 怨恨也好痛心也罢 都于事无补了 自不教 父之过 朕尊重吴王的心意 将吴王子以皇子身份葬入祖陵 朕将与大皇子亲自送吴王子的陵 就出长安 着大皇子为吴王子守陵一日 和陛下 太后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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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太后 陛下 沐家 拒下 负皇子 之后 不幸允命 罪责全在齐儿 齐儿是哀家的长孙 陛下有过 哀家更有过 待启儿受灵欺瞒以后 哀家将陪启儿一起去吴国服刑 太后 万万许不得呀 杀人服刑这是天理 众大臣们快派请起 太后 刘婢着实不敢 吴王请起 无论如何 哀家和启儿也不敢为傲天理 太后如此厚待小儿 臣在此谢恩了 陛下 那我呢 对淮南王 朕还是那番话 命案已经发生了 就是以命抵命 辟阳侯沈一姬也活不过来了 淮南国的百姓 还等着他们的国君 离开了 去过好日子呢 七弟错了 七弟 真的认错了 虽说咱们大汉已建立近三十年了 可战争留下的创伤仍带弥合 百姓仍不富裕 朝廷与各封国 各郡县的官吏 仍需勤勉治 律令一体 淮南王 你能做到吗 陛下放心 七弟一定与朝廷派来的丞相 都尉 一心一德 造福百姓 陛下 现在有大臣议论说 还是应了那句古话 行不上大福 朕早就料到这点了 可吾王 承阳王 他们除了议论一下 还能有什么举动 若真是判了淮南王的牢记 那骚乱保不准就要从他那里冒出来 法体不如法心哪 再说朝廷派出去的丞相和都尉 不都已顺利到各封国就职了吗 别忘了 有他们在 朝廷就有掌控各封国的骨功啊 说得极是 其实 若陛下真的判了淮南王服刑 又会有人说陛下偏私 人嘴两张皮 陛下 为人君者 难哪 几日后 伯太后携刘起 赴吾国服刑 他们日出而作 日落而归 以身福律 以心正心 一代贤后 为他的孙儿 未来的汉景帝 上了永世难忘的一刻 是 大皇子 大皇子 我来 站住 一夜 就百ily 又可 三三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晚上 晚上都要背一遍 嗯 陛下 你已经一天没进食了 这是小人特意为陛下熬制的路迷羹 太后和大皇子已经走了两个月了 怎么还是音讯全无啊 呃 也许信已经在路上了 呃 陛下还是 拿下去吧 朕不想吃 诺 来 启儿 苦不苦啊 苦 这就是历练 启儿啊 将来是要做太子的 还要成绩大统 奶奶希望启儿 做得比你父皇还要好 父皇小时候也吃了不少苦吗 要做一个好君王 从小啊就要内政其心 外政其荣 知道吗 等头 陛下 这是太后和大皇子写来的信 快给皇后送过去 朕还有些事情要办 晚些时候再去皇后的请宫 诺 皇后 皇后 皇后瘦了 陛下也受了 皇后还没用晚膳吧 朕也饿了 宫女们呢 臣妾让他们歇息去了 臣妾来服侍陛下 皇后 来 皇后 咱们为了母后和启儿的平安 母后 母后 母后在信中说 启儿进步很快 朕明白 母后之所以带启儿赴吴国服刑 意在历练启儿 朕在她这个年纪 就已经到代国了 幼年的魔力 对人的一生 都是很有好处的 母后走前也一再教导臣妾 她这么做 是为了让启儿从小就接触劳作 接触百姓 没有母后 就没有今日的朕 有了母后 朕就不再为启儿发愁了 母后 铁中蒸蒸 雍中饺饺 金国中非常人也 臣妾为母后和启儿 备了些衣物 明天让皇门带去吧 皇后想得真周到 来 皇后 吃个后福 快趁后 来廷尉府办公务啊 贾兄 贾兄 来 快请进 咱们好好聊聊 是啊 咱俩是同时入朝为官 是得好好聊聊 贾兄 请 好 请 这座官 你读书难吧 在朝廷做事要慢慢来 更何况今天的一些弊病 已向臣科缠身击中难逃 要治好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施志兄 我贾义是一心按照大汉的条律办事 可是为什么 那些身居高位的老臣们 反倒对我冷眼相待呢 我究竟做错了哪一条啊 这陈大人八十寿担 魏大人喜天贵子 刘大人乔迁之喜 爱大人老母丧葬 还说人家给你冷眼看 你瞧瞧这帖子下的 让你吃都吃不过来 施志兄啊 余帝就是为了此事 才来向你请教 朝廷已经三立五身 要求达官显贵 欲有丧喜之事不要打扮 可是怎么就禁止不了 这大吃大喝之风呢 如今这风 已经刮到我这 追查风源的人头上了 你说 我是去还是不去 你瞧瞧我这廷连府 也有与你同样多的帖子啊 那你去还是不去啊 不去不妥 这礼上往来人间的礼仪 还是要讲的 不过要去嘛 就要带些礼品 只要不过于铺张 律令还是允许的嘛 那带些什么礼品呢 最让我伤脑筋的 就是这应酬之事 你学问比我高 文章写得比我好 你还能不知道 施志兄啊 你就不要再夸奖我了 我对此事真是遗窍不通啊 是寿担就要送归 千年归寓意长寿 但绝不是金的 是铜归 这喜天贵子送些鸡蛋啊 小孩穿的衣服什么的 哎 家兄 这可都是女人操办的事 我这可都是从那人那儿学来的 我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那人和孩子在洛阳老家 我到哪里去朝女人商量啊 哎 哎 经施志兄这么一提醒 我倒是开了窍了 哎呀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施志兄 再会 请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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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unted laut 呀 видите 还是贾博士聪明 一个字不拿 就来个以心相赫 就是 你贾义也太过分了 这不是说我们大家送礼 是多此一举吗 就是 诸位 来者即是客 贾博士请坐吧 诸位来 尽情地吃尽情地喝 所谓以心相赫者 一 为赤诚恭敬之心 凯成侯功勋卓著 劳苦功高 贾义 诚心诚意 助凯成侯受彼南山 二 为热爱社稷之心 凯成侯年已八十 尚在太尉府卫国效力 贾义 助凯成侯为大汉社稷 在天功勋 三 为清心寡欲之心 陛下已经三令无身 要求勤俭节制 贾义 助凯成侯能多多体会陛下的深意 晚生还有奏儒要呈送给陛下 就此告辞 贾义 快成侯他也太不成体统了 快成侯八十大寿 他这是助寿来了 还是挑刺来了 什么热爱社稷之心呢 什么清心寡欲之心 这么明明是说我们这些老臣身居高位 贪图享受 奢侈无度吗 真不知道天下还有这样的损呐 驾义 你 你 你不要倚仗陛下的冲信 你就如此的羞辱老父 一个字不拿 你还 你敢 快成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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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丞相 我们当年跟着先帝和你打天下的时候 没少流血流汗 如今这贾义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但真是想 快成侯吃了几剂药 不是好多了吗 好 至少还得十天半个月 才能来太尉府办公务呢 哎 身体没事就好嘛 没事就好 幼丞相 这贾义怎么欺负我们 你可都看见了 你得给我们做主啊 谢少徒 掺他一本 才到皇上那儿去 对对对 掺他一本 杀杀那小头的外奉 是啊 老臣 已经写好了 这 贾大夫 你志向高原想成大业之我知道 不过 你眼里也不能没有别人哪 哎呀 又丞相 御事大人 贾义能被朝廷所认语实在是受处若惊 我怎么会眼里没有其他人哪 好 没有变好 没有变好 好 假声以为 众大臣 一快整好生日之事向我发气 也是借提发挥 哎 贾大夫说说看 他们借的什么提 发的什么挥啊 他们发的当然是我上奏毒之气 万圣上奏毒说的是至世之道 并不是向朝廷发呢 老臣们的功绩 朝廷不会忘 贾义不会忘 后人也不会忘 这 哎呀 啊 朝廷不必输这 再朝为官也不像你跟我学算许 贾老师 这朝中有的是啊 说要卖五步 开始就只能卖三步 走四步 或许就是陷阱啊 老师 此论学生实难苟同 既然朝廷已经定下要走五步 那么贾义就算粉身碎骨 也要走足五步 三步不走 四步 也不走 你 你怎么不知变通呢 推行一项新的国策 可不是一家一等于二那么简单的事啊 是 贾义 你还说 你丝毫没有瞧不起别人的想法 啊 你看 你连你的老师都顶挂 你 又丞相我 老夫本来就嘴酌 不要跟我变什么理 有本事 是 你跟陛下去说吧 这个假意 这样为凯成侯祝寿 真是不合情理 可也不至于联名告他吧 啊 凯成侯不是已经到太尉府办公屋了吗 是 钟爱卿 今日召你们来 是为了举荐闲人一事 连来都是你们向朕举荐能人 今日朕也要向你们举荐个能人 进入三宫九卿之列 这 这 这 怎么 让你们吃惊了 更让你们吃惊的是 朕要举荐的能人 就是刚才的被告假意 这什么 这 这个人 虽然棱角过重 可依朕观察 他是个胸有大志 绝稳扎实 一心笑命朝廷的人 于是大副张苍 假意是你的学生 又是你向朕举荐的 提他进入三宫九卿之列 你有何想法 陛下 这假意嘛 书读得多 文章写得好 官室论策也能入目三分 可 这 可 可可可 可什么呀 不好说是吗 陛下 秦相 齐周郡 将帅 处自杭武 让假意进三宫九卿 臣看还是过几年吧 陛下 又丞相说得对呀 应该让假意 像陈博士陈贤那样 到哪个州去历练历练 这个办法好啊 要真是能人闲人 历练历练更能成大器啊 对啊 对啊 就是历练也不成器 对啊 一点点练 一点点起骂 是啊 对 对 看来朕对假意 或许是操之过急了 举荐人才是学问 更要有一片忠心 举荐对了 人才就是朝廷的动量 举荐错了 便成了筑虫 筑虫成了群再强固的大厦 也挺不住啊 比如前吟 究竟是谁举荐谁任用的 一定要以此为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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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